Nintendo Switch动物之森限定版主机 开箱视频 算了这么多天终于轮到我了 今天我要亲自来开箱 两个手柄 我就是看到这两个配色 就动物之森的配色 以后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限定版的主机了 Switch之前也出过六款对吧 六款限定机 用的是Joy-Con的颜色 要么是这个机身 要么就是那个Duck那个底座 不能够让我全部满意 但这一回动物之森这个限定机就很不一样 满足了我的想象 我不是提前预定的 也没有锁价格 是前两天刚刚下单的现货 到手的价格是3600元 被狠载了一刀 手柄 机身 防手柄掉的 就是体感游戏的时候防掉的一个装备 HDMI线 充电器 转换筒 Joy-Con变成手柄 真香 一部塑料了 Kyyber 气扬 这个好大会 这是Joy-Duck 黑色的 纯黑色的 背面一个Nintendo的logo 正面一个Switch的logo 新刀 喵 背面一个白色的Nintendo的logo 正面 没有Switch的logo 动物之森小岛上面的三个T家族 Tom Nook对吧 虽然有一个叫Timmy 一个叫Tommy 我在玩星夜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今天迎接我的是这个叫Tommy的小幻熊 他应该是小幻熊吧 喵 喵 你看来吧 welcome welcome come on in 这样一对比就很明显了 背面 正面 先看一下旧的玩儿 红蓝配色 一个是浅浅的蓝色 你看这个蓝色 哎呀知道你看肯定选右边啊 这次的两个淡点的颜色就特别的奶 我觉得特别可爱 就跟整个动物之森的游戏的感觉也很像 也有些朋友会问说 我之前玩了星路谷物语 或者是玩了农场类的游戏 是不是我就会天然很喜欢动物之森呢 也有玩家告诉他 不一定哦 因为动物之森跟星路谷物语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游戏 我怎么说话那么像小朋友 我好像已经上岛了 确实是这样 完全不同的两个游戏 因为星路谷物语你也知道有一个体力槽的设计 那个体力槽真的 我一天醒来就要赶紧安排自己一天的时间 就是该种田的种田 该去勾搭的勾搭 要么就要去那个矿山嘛 很累啊 很累啊 平常体力不够死在外面 但是动物之森不会 因为它跟我们现实中的时间是同步的 你不用担心会死掉 你只要想起来要玩的时候玩它一下就好了 可以说是一款非常非常耐玩的游戏 基本上就是一个跟小朋友 小朋友说漏嘴了 跟小动物们一起在岛上面过家家 这是原版的机身 原版机身当然没有怪到记得 正面很明显右边这个要更新一些嘛 背面的差别比较大了 动物之森限定版 底板是磨砂的手感 然后表面有一些纹理 纹理的内容 能看到是动物之森 那个小岛上可能会出现的一些你的朋友们 然后我们来把它组装起来 很漂亮啊 两个Joycon背面是白色的 哇 好可爱啊 好可爱啊 天哪漂亮死了 这个一下子就看不上我原来的 甚至还想把它弄坏 我准备把你卖掉了 又不知道你能够卖多少钱 不想你的 再见啊 一路走好 走好不送 去抱 从今天开始 这一台就是我新的Switch了 好非常期待3月20号 动物之森上线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开箱的话 请不要忘记给我一个三连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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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